然后第十六到第十七 我的讲题是圣灵之子的智慧 请说圣灵之子的智慧 再一次圣灵之子的智慧 我要先介绍一个特别的人物叫做圣灵之子 然后他要告诉你 这圣灵之子应该关于四方面 是很确切的 很有把握的 知道他在基督耶稣里蒙了何等的恩赐 好 帮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 第一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 你叫尼哥底姆是犹太人的官 尼哥底姆听起来好像是姆姆对不对 是女生不不不 尼哥底姆在比较新的圣经版本 我们就翻成尼哥德姆 那为什么翻成尼哥底姆呢 当时为了因 这个我们就很习惯尽量把他 这个名字的特别墨斯 就把他翻成尼哥底姆 其实他是一个男生 他是法利赛人 名叫尼哥底姆 他有犹太的传统 也是犹太人的官 他代表上流社会的人 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说人们需要主 请说人们需要主 你怎么知道人们需要主呢 当人中人人上人还需要主的时候 你就知道所有的人都需要主 我们靠着自己不能给自己任何的帮助 不能给自己任何的扶持 我们需要主 需要那一位给我们帮助 他有一些特征特性 请看第一节 他说是一个法利赛人 代表他不只有法利赛的血统 他有法利赛的传统 他从小就学习各样的教法 第二个他是一个官 他在社会上具有上流的地位 他是一个尊敬神 神取求神心地的人 你如果看第二节 耶稣说 他对耶稣说 他对耶稣说 那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事物的 因为你所请神 其实若没有神还在 没有人能够行 他能够辨认 他有一种属神的眼光 能够辨认耶稣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知道他在信仰上也是前进者 第四个他是一个老年人 具有不少的人生阅历 第五个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生 这里说以色列的先生 代表他是一个拉 他的教育水准相当的高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他在夜里 好来跟耶稣说 夫子 夫子 你知道自己做夫子 要称别人是夫子 不太容易 因为他跟他说夫子的时候 不是说可以某某教授 他是说教授 我记得一两次我在教会里面 跟大家提醒 大家叫我的时候 不用叫我李牧师 为什么 因为我是教会的牧师 牧师跟李牧师差很多 李牧师的牧师是我的职业 我的身份 但是牧师是我的角色 是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与大家亲近的关系 所以这个不太一样 当这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 他说我的夫子 当他说我的夫子的时候 他是在说我愿意救你的学生 如果称我是李教授 他可能是陈教授 张教授 但他称我是教授的时候 代表他心心的要问我一些问题 这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称他夫子 没有说耶稣恐夫子 没有 他就说我的老师 我的教授 请你告诉我 所以你应该注意到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很虚心就僵 从他跟耶稣之间的谈话 你也可以注意到 他是一个诚实 而且我帮我带来参加我们领养的青党团体的时候 我特别说了一些其实有点骄傲的话 我说我有车子 有房子 有帽子 有一大堆的东西 这一个人就有 郭郭兄姊妹 有一样东西 我有他没有 我有上帝的文字 阿们 这一个人没有 所以他必须在夜里 跑来问耶稣第二题 他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若没有人 神同在 没有人能够行 这人夜里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为比较适合拜访耶稣的时间 是白天 阿们 如果你要求到 要问 应该白天来问 怎么晚上来呢 也许他担心 白天找耶稣 讲耶稣带来一些麻烦 那我们要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太好的人物 不过也可能是怕白天来的时候 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 为什么 我是官 耶稣在这个时候 刚刚出来传道 我如果轻易跟他见面 就证实了他的身份 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我随便的向一个人求教 好像 这个我的地位太过卑下 这个对我来讲有一点害羞 我是一个有钱丰富的人 我应该请他到我的家里来做 但是我如果白天 我得请他到我家里来做客 晚上呢 我就可以偷偷溜去他的住住来请教他 所以看起来他有一种寻求真道的欺负心 有一种寻求真道的热心 可是好像有一些困难他没有办法 第三节耶稣就回答他 耶稣为什么回答他 他还没有问任何的问题不是吗 第二节他只说 我知道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没有人能够行 意思是说 耶稣我知道 你是上帝那里来的先知 上帝与你同在 所以我来跟你求教 耶稣回答他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果 有两个可能的意思 第一个 你已经看见神的果 别人看我看不出什么 但是你看出 我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看出 我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 你就看见上帝的果要向你彰显 你就看见了 一个天国要临近你 看照这里所说的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果 他是用一个余文的方式 告诉尼格迪姆说 嘿 尼格迪姆先生 恭喜你 你已经重生了 阿们 这是一个可能性 经文还看不清楚 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尼格迪姆国知道 你对天国有兴趣 有热情 我知道 你渴望从我得到一些 关于天国的见证 关于天国的信息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必须重生 你若不重生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看见 你有感觉饥饿 所以你寻求食物 但是你要有智慧才能够得到 你有感觉寒冷 所以你需要衣服 不过你要有智慧才能够 第四节 在宇格迪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 她可能自己重生了 自己不知道 也可能她尚未重生 而她问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要重生 不过她后面继续说 岂能再进入不生出来吗 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沮丧 显然她还不了解 重生 不是一个 从肚子里面再生出来的意思 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 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第三节 见神的国 第五节 进神的国 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能够与上帝的国有份 而前面那里说 你若不见神的灵 若不重生 就不能够见 这里说 若不重 水和圣灵生 这重水和圣灵生 就是一个新的生 就是第三节所说的重生 关于洗礼 犹太人是了解的 因为这是他们预备 给外方人 能够成为一个 港湖与上帝国有份的人 一个敬前的人 透过洗礼 印证 他是愿意洗净身上 所有的罪物罪迁 来到上帝的面 犹太人自己不受洗礼 因为他们从血统上 就是上帝的治理 所以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洗礼 是预备给外方人的 不过 我们应该注意到 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 许多犹太人去到他那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里面怀疑 他们心里面困惑 难道血统能够帮助我们吗 不 我要用我的真心 用我的热情 我要告白 我要表达 所以我要去接受 约翰的洗礼 已经有许多的犹太人这样做了 耶稣这个时候对他们说 人若不从水生 不能进神的果 人若不从圣灵生 就不能进神 这件事情是很独特的 从水而生 犹太人能够了解 但是从水并圣灵而生 只有那一场特别的洗礼 就是当耶稣 领受了洗礼 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有圣灵仿佛鸽子 落在他的身上 那一天有了一个独特的洗礼 所有人 接受约翰的洗礼 都是旧约教法的洗礼 而耶稣在这个地方说 有一个特别的洗礼 是水和圣灵的洗礼 是耶稣的门徒奉他的名 所施行的洗礼 这洗礼 既是水的 能够表白你的心思 表白你的热情 表白你的忏悔 表白你寻求告白 也印证了基督耶稣 自己所领受的洗礼 与约翰所给的不一样 在这一天 圣灵跑步鸽子降下 落在他的身上 第六节 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铃生的 就是铃 阿们 这样说 从肉身生的 有肉身的父母 从铃生的 就有从铃生的父母 从肉身生的 我是某某人之子 我很喜欢一些原住民族命名的原则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名字 留给很久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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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祖先 他们格外的纪念哪一个 纪念那个 纵臣的父亲 谢谢 我刚才知道我们 我今天早上 应该是昨天晚上 还是今天早上 这个 昨天晚上 就在网路上看 我们姓李的是什么来源 后来查一查 这个姓姜的是什么来源 后来发现我们姓李的是从 铃就是秦始皇那个铃 那个姓 来的 姓姜的也是 我就跟他讲 哎呀这样很害羞 我们是兄妹 因为都是同一个祖先嘛 不过 犹太人命名的原则 跟我们这个 至少跟我们阿弥一样 我们把爸爸的名字放 放前面后面 放前面 放后面吧 爸爸的名字放后面 自己的名字放前面 那我们都没有去追面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父亲 我们特别挂念 那个肉身的父亲 这很重要 因为记得 我们的生命是从谁那里传承 至于我的父亲 他的名字 还有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的名字 还有他的父亲 就这样一代一代的 能够连结下来 接上帝 从肉身生的 有肉身的父母 阿们 从临生的呢 各位同姐妹 你难道没有 灵的父母啊 第七节 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这是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如果你渴望一个不同的生命 这不同的生命肯定有它的来源 阿们 如果你渴望一个不同的生命 这不同的生命肯定有它的来源 华人很尊敬天 很尊敬地 尊敬君王 尊敬祖母 还尊敬老师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都给了你奴客的身份 天地使你成为一个人 对吧 君王使你一个国籍的归属 父母亲使你得着了一个身份 叫做某某人之子 老师也是一样 你跟随了一个老师 从此就有了自己的门牌 各位同姐妹 你们必须重生 不要以为稀奇 如果你渴望一个属灵的新生命 你应该注意到 有一个新的来源 你必须认识 必须接触 必须跟它建立关系 第八节 风随着一时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圣灵这个字 跟风这个字 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信行 圣灵 是一阵 功 讲风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哪有这种东西 不过有一些人 是比较诗情花意的 他们总能够说 我知道风的存在 当它向我吹符的时候 我能够感受得到 各位同姐妹 即使平常你说 没感觉到风 现在风扇在转 你都会感觉到 风照顾在你的脸上 某一些特别的时刻 你不能不承认 它真的来了 美国有飓风 有龙卷风 台湾是一个台风很富的地方 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 各位同姐妹 台风在哪里 风没有形体 风没有物质 风没有形体 不过 风的响声 在台北就很恐怖了 在花莲更恐怖 噓噓噓 柳根章牧师刚到花莲的时候 我碰上了一场男人 他吓到现在 每一次去他都跟我讲 他刚才跟我提出两件事情的请求的时候 二话不说就答应他 因为我知道他心里面真的很害怕 他说那个教会的玻璃 希望可以换强化的玻璃 他早先还想我们可可以装那个 房台的那一种 保护的 那叫什么 房台窗 各位同姐妹 你能够抗拒吗 你能够否认吗 有风 你能够抗拒吗 能够否认吗 有灵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灵也是这样 按着自己的意思 进到我们的人生之中 尼克迪姆忽然像傻了一样 第九节他问 怎么能有这事呢 他也停留在 怎么会有灵这件事 不一定有啊 耶稣回答他 你是尤克人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这件事吗 你是官 这里又说你是先生 所以大家应该想像 他是教授 进政府里面做事 对吧 他是进政府里面做事的教授 看起来有身份 有地位 有名望 有学问 但是碰到属灵的事 他就卡住了 第十一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这里的我们可能指的是 耶稣跟他的门徒 因为当尼克迪姆来拜访的时候 他的门徒也许在身边 所以耶稣就说 我们 抛台着他的门徒 我们遇到耶稣从来没有跟圣灵 从来没有跟天父分开 所以当他说我们的时候 也可能指的是三一上帝 上帝亲自向我们献身说法 结果 尼克迪姆竟然仍然不顿 没有办法了解 不过 耶稣不只说 你不领受我的见证 他说你们 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到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让人沮丧的结局 为什么 一路上看起来 尼克迪姆似乎 渴望真理 渴望天国 似乎摸着一些 跟天国有关的信息 跟天国有关的道理 但是到这里耶稣说 你们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你们跟真正的智慧 跟真正的知识 还是有一道的鸿沟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都不信了 做说天上的事 怎么能信呢 但是耶稣接着说 他能够说天上的事 他真的能够说天上的事 好不好 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 请 除了同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活 同天降下 代表与我们同在 仍旧在天 代表仍然与上帝同在 这一个降下在地 与我们同在的人子 他也同时仍旧在天 在他的身上 天跟人合在一起了 向着人 他就是天 向着天 他就是人 他与我们同在 可是把上帝带了过来 他与上帝同在 可是把我们一起带了上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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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姐妹 我需要你了解这件事情 这一点何其重要 基督耶稣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保 他是道路 不过这条道路 没有一里 没有三里 没有五里 十里 百里 这条道路只有一步之遥 套一句王张老娘说的话 跌倒就到了 各位同姐妹 跌倒就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降下在地 人就在天的 人子 摸着他 就摸着天了 阿们 上帝透过他 摸着我们 上帝就支持了我们 救赎了我们 帮助了我们 帮助了我们 医治了我们 基督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不需要别人见证他自己说 除了降下在地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毒 第十四节 他要说明他的命运 摩西怎样在望野举蛇 人子也被照样举起 这个蛇原来指的是 人被蛇诱惑欺骗落落之后 变成了毒蛇的种类 不过 在旧约 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荒野的时候 他们得罪了上帝 上帝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 使他们临近了 他们自己犯罪所得到后果 各位同学妹 我们犯罪所得到后果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得罪的上帝 使得我们变得空虚 变得狡弱 没有任何的抵挡 当火蛇进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只能不正由他肆虐 很多的人被蛇咬了 就沮丧了 很多人被蛇咬了 不但身体衰弱 连得救的信心都没有 后来他们认罪 上帝奔布了摩西 做了铜蛇 也是蛇的形状 也是蛇的形状 不过 这铜蛇被举起之后 就考验那些被蛇咬的人的信心 各位同学妹 当上帝使他的救赎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你是抗拒 还是你接你 你是仍然在那个地方 头向的地面说 我死了 我死了 还是愿意听上帝指声 对你不患 来看 看我为你预备了救主 你只要抬头仰望耶稣 你救我 我救 第15节为这段故事做了一个结语 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阿们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第16节第17节 被收到一整个段落里面 当作结语 在准备这段奖章的时候 一直不知道该怎样来分断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 神和世人好像是一切 不过 我怎么想 都觉得 16-17节 比较像是约翰 史福约翰 在写了这一段经文 写了这个故事之后 所做的一个评语 所做的一个评述 换句话来讲 他要把16-17节 放在1-15节之后 小故事最后要讲 大道理 这个故事 提醒了我们几件事 也是我今天想要说的 圣灵之子的智慧 你应该透过这个故事 知道四件事 第一个 可以认识这个耶稣是谁 他是降下在地 仍旧在天的人子 虽是人子 不过 他是旧约里面所说 那位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子 他也是神子 他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派来的先知 他是基督 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牺牲 高养 是那位君尊的大祭司 他也是君王 就像我说他是君尊的祭司一样 他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国度 在他里面的人 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華人 跪一种人 是要跪 见面要跪 遇到天得跪 遇到地得跪 遇到君王得跪 遇到父母得跪 遇到恩施得跪 遇到恩施得跪 解鲁言内也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让我们用跪的姿态 欢迎的那一位 我们必须注意到了 重点不是我们必须向他下跪 重点是当我们跪的时候 表达了我们对他的了解 表达了我们对他的亲爱 表达了我们对他的欢迎 以至于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天 成为我们的地 成为我们的君王 成为我们的恩施 要紧的 是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他成为我们的父亲 成为我们的母亲 上礼拜的讲到 我特别跟宗教教会的 对我姐妹说明的这件事 圣灵乃是基督耶稣的灵 圣灵是从他而来 也是从父而来 在上帝差遣 他们中间的一位 来临近我们 来连结我们 按照今天的经文 我们了解 他来重生了我们 当我们信心之手伸出去 与上帝相连的时候 连结我们的 并不是圣灵上帝 并不是基督耶稣 连结我们的 是圣灵 特别在耶稣的时代之后的信 从来没有人再看过耶稣 再摸过耶稣 是吧 我知道有一些牧师 有一些信徒会宣称 他们摸着了耶稣 他们摸着了耶稣 我不了解他们所说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按照我所知道的 基督耶稣 经承云回到天上去 在他的门徒 众目飞飞之下 承云驾悟 就回到天上去 虽然他说他会 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了解 他是说 你们要到耶稣的 在那里等候 等不多时 我所拆遣 另外那位宝贵师 就会临到我们当中 所以看起来他是说 圣灵要内住在我们心里 他与天父上帝 要借着圣灵 住在我们的心中 直走到这个世界的尽头 即是这样 各位兄姐妹 请你了解 他作为父母 他是用圣灵重生的 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对比的两件事 从肉身 生的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灵 阿们 你是从圣灵生的 有圣灵在你的里面 上帝不是只有给我们 带一个印章 这是我的 上帝盖的印章 不是这是我的 上帝盖的印章 就是这是我出品的 明白吗 这是我的 是一种财产的归属 法律的关系 但这是我出品的 就不太一样了 这是我出品的 有我的基因 这是我出品的 有我的成分 这是我出品的 有我的灵魂 这是我出品的 血脉与我相连 阿们 各位同姐妹 不要担心 不要怀疑 你在基督里头的地位 可能失落 为什么 因为你所拥有的 因为你所拥有的 不只是地位 你所拥有的是生命 主神的生命 像上帝一样 能够攻克仇敌 能够继续成长的生命 人无论经过什么样的教育 改良 人终究是人 肉身终究是肉身 有一天都要 或者是圣灵不一样 从灵生的 灵就是灵 我们既得着了这个灵 就有永不衰残的生命 再会 三章十六节、十七节 总结了刚刚的几件事 我要请大家 我们一起读完 故事做了提醒 大家结束经验的讲道 三章十六、十七节 我们同时来读 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徒生子 赐给他们 只要一切信他的 不是灭亡 反而永生 因为神财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令世人的罪 乃是要令世人以他而救 请大家听我来说 马丁布德 把这一段经文 非常小一段经文 称为是福音的说语 他说了 上帝是爱的人 他爱世人 因为爱世人 他就将自己的独生儿子 赐给了他们 将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而永生 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 那是因为他儿子 牺牲了生命 因他受了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了天伤 我们得医治 因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 我们就藏清了所有的罪在 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义人 一个不再歸欠上帝 也不再歸欠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甚至不歸欠撒旦 所以他也不能控制 不光是这样 在前面的一段经文里面提到 从肉身生的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灵按照他的意思来 他往哪里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我们不能想 不过 他造福了我们的生命 他进入我们的内心 假若能 看见神的果 假若能进神的果 都是因为已经从灵 重生了 阿们 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反而永生 各位同姐妹 你如何能信 你如何能信 我的大脑比较发达 我爱信就信 不 要信 从水和圣灵而生 才能够领受 才能够相信 才能够存在心底 不断的思想 才能够长出得救的智慧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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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猜他的儿子将士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世人因他有救 这救法太奇妙了 到一种程度 我们常常知之其一 不知其二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请得我提醒 这些事情 第一个 各位同姐妹 神的救法 是使我们成为圣灵之子 凡之成为圣灵之子的 就能够相信 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全 一切救恩的计划 第三个 这是一个事实 使得我们超凡入圣 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归耶和华为圣 最终也是最重要的 尼克帝姆 好来问耶稣 这向我们说明了 一个救人的角度而言 最为丰盛多彩多姿的人生 仍然有一个有能的会法 我这个会法感谢上帝 在我们心里已经满足了 Amen 我们一同来想到 到这边 三个 二 二 一 二 三 三